你 是你 你不是孙畅的助理吗 是啊 我就不能做点自己的生意吗 在别的地方可以 在言清 你再问我谷志明答不答应 那现在你知道了 你准备怎么办呢 说话挺冲 丫头 江湖水深着呢 别活腻歪了 谷总 您这是干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呀 不过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你这种老男人的 那你就试试吧 好啊 小心 别动 我懒得杀你 别找事啊 谷总 其实我们本来可以井水不犯河水 你做你的大哥 我做我的生意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路都堵死了呢 我们可以合作呀 有钱大家赚了 我看一个男人可怜成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真是心疼呢 我听说 你喜欢把人扔进河里 装进麻袋里再装一些石头 沉到河底 我想你今天也有机会亲自尝试一下 说吧 怎么跟你合作 怎么跟你合作 别说贩毒了 干什么都行 看你这可怜的样子 要知道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没人 我再来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再来 我们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队长 还有什么事吗 优优独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来得及 有些问题我想问你 好 请进吧 那不是刚才你带出去那个包吗 是啊 我可以看看里边装什么呢 好啊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离行公事 没事 是现金 我本打算送到银行的 可是一会儿有事儿 有点来不及了 我就先拿回来了 还真不少 还真不少 好了 不打扰了 先走了 好 孙总 再见 好 叶子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刚才胃疼 我去买点药 看这一头的汗 干嘛自己去呀 没事 我自己能行 那个附近有药店啊 我也正好想买点药 挺远的我也说不太清楚 孙总 胃实在太疼了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躺会儿 陈队长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事 要不舒服的话 就先休息吧 行 孙总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好 你们慢走啊 再见 2 5 3 2 3 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队 什么事儿 你那边查完了吗 刚刚查完 没有科医人员 知道了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追查古志明的下落 这个老狐狸很可能看见情况不对的 就撤了 嗯 好 就这样啊 陈队 古志明没有出现 而且不但孙畅自己出现在餐厅 手里还带着那么多的现金 你说 跟古志明交易的人 会不会是他 可之前古志明是要对孙畅下手的 难道这是个障眼法 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想清楚 反正疑点很多 另外 他那个助手刘烨 怎么会神情恍惚呢 我也注意到他了 尤其是他那双脏兮兮的鞋子 你看 这附近就有药店 他没必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是啊 他在撒谎 他根本就没去买药 只有心虚的人才会撒谎 那你说 他会因为什么事心虚呢 我现在还没想清楚 反正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 这种蛯行 这种蛯行 就是 它的蛯行 那种蛯行 它 如果 在这种蛯行 然后 喂 你好 你是谁呀 舅舅不在家 他手机忘在家里了 喂 你说话呀 喂 舅舅 谁呀 来 坐坐 不知道 好 药给吃了 拿好 又吃又 乖 吃药就好了 你快身体就好了 乖 把药吃了 啊 长得最快乐 来 再喝点水 来 再喝点水 这么严重啊 算了吧 我还是自己去吧 别别别 孙总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没事 叶子 工程马上要启动了 要你忙的事还多着呢 好好在这歇着吧 见到柳处长了吗 没有 我倒是看见陈铁奇了 陈铁奇 他去北辰餐厅了 好像是在查什么人 想想我都有点后怕 幸好柳处长有事没有去 不然呢 叶子 听话 好好躺着 哎 牛爷 对不起 刚才我那个老板过来 你约顾志明去北辰了 是啊 我就是随便一说 谁知道他们也会去呢 你以后要小心哪 孙昌是你老板 如果警察盯上他 你的行动就要受限制 以后这样的错误 无论如何不能再犯 我明白了 找到他们了吗 手下的人还在找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顾志明虽然是个 严谨当地的土流氓 可他绝不是个省油的灯 毕竟他在严谨那么多年 根基很深 不要等他恢复过来 泛养一口 那时候我们就麻烦了 一定不能留下后患 放心吧 牛爷 我一定会干得干净利索 你知道我的脾气 你自己 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一定会找到他 我一定会找到他 他一直在找到他 喂 沙巴 你马上过来接我一下 必须找到他们 那两个人 一个都不能做 喂 欧丁 喂 老丁 你立刻去他的公司调查 另外 你马上派人 去调查杨洪案的有关线索 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好了 你看 刘烨出来了 刚才他还难受成那样 跟着他 好像有车跟着咱们 我先引开他们 你们确定没有尾巴以后 继续去找 没找到他 别后来见我 好 沈总 柳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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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陈队 我们要不要分头跟踪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 跟踪也没用了 走 进去看看 好 王总 李总 李总 快请 叶子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酒店休息吗 好多了 我就过来帮你应扯一下 陈队长 你怎么也来了 小了 怎么 我不能来吗 不是 只不过 我们今天见面的机会 太多了吧 我来找新太太的谷总 不知道他在不在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 没看到他 算了 下次再来吧 再见 好 再见 好